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木子毛组室 我是劳黎 那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卡曼莱达斯卡路 明海装机 也是我在W里最喜欢的一个造型 哇 这个第二层的配件 真是多到快没地方装了已经 那咱们先把本体给它拿出来看一下吧 主体上通体都是用的这种磨砂黑的处理啊 拿到手里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不错 那只有本体的斯卡路是不完整的 我们需要把它的围巾跟帽子装上 才是它的完整形态 这次万代还是比较大方的啊 帽子和围巾都是两个 帽子一个是完整的 一个是破了一角的 那这个围巾的话一个锋利五级 一个锋利两级 好 咱们现在回归主体的造型 那除了明海装机大叔的气场之外呢 在造型上最吸引人的应该就是这颗骷髅头了 斯卡路的头部银色涂装非常精致啊 加上阴影的勾勒 显得整个头部很是硬气 那其实斯卡路的造型我感觉是致敬了 石森老师早期的漫画《骷髅人》 而且眼睛也不是死黑 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复眼的刻画 可以看到在造型上 万代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那其实相比完全体的这个银色骷髅头呢 我还是更喜欢大叔刚刚变身的时候 那个水晶骷髅头 这个半透明的骷髅头呢 感觉像是多了一份神秘感 虽然说真骨雕的质感已经很棒了 但是无论哪个玩具系列 也没能完美地还原出剧中的那个质感 帽子的设计呢 应该算是十分用心了 可以看到帽子里头有一些纹理啊 你只要找对着角度 基本是可以靠摩萨利卡在头上的 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帽子乱掉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怕蹭测的话呢 万代还跟SSC一样 给你带了一个透明的套 但是这样的话帽子就不能卡在脑袋上了 所以说 这东西基本没有什么卵用 那咱们往下看一下腰带部分 迷失驱动器的细节刻画不错 就是我这个好像有点中奖啊 无法顺畅的开合 不过那影响也不是很大啊 咱们现在把记忆体给它插进去插一下 哎 尴尬的问题又出现了 看来万代是生怕咱们记忆体丢不了啊 还好记忆体特别的小啊 插不插呢也看不得出来 那再看看BX槽是咋样吧 把这个插在W的一个槽里都不松啊 这居然在SSC一样是松的 万代你啊绝对是故意的 好了不说这些寒心如口的事情了 咱们来玩玩具吧 整个脑袋的可动 各个方向都没有问题 虽然有围巾 但是并不妨碍你做出帅气的低头pose 围巾用的是球形关节啊 方便咱们各个方向的一个摆动 肩甲部分用的是双动关节 整个手臂360度的转动 包括平举的幅度都很大 手肘至少能有个120度的幅度了啊 非常nice 然后腰部的各个方向也有一些可动性 不过要注意的是 由于SKY通体是磨砂处理啊 所以说胸部的活动呢 必定会蹭掉一些腹部的涂装啊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再来看腿部 腿部的前提自然是不成问题啊 然后这次往后也有这不错的幅度 不过呢 前提是你得稍微吃点劲 屈膝的幅度也是相当不错 那皮刹呢 我就不用多说了 脚部也是一如既往的 有接地性的一个设计的 好 刷完可动呢 咱们来看看配件 帽子跟围巾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现在咱们来看看其他的 首先呢 五对手型 抓帽子的 握记忆体的 骑摩托的 这个手型呢 还是非常齐全的 然后就是SKY就把枪了 虽然颜色比较简单 但是刻画的还是可以的 记忆体肯定是可以插进去的 那还有一个手提箱跟W的变身器啊 不过这个变身器是卡死的 并不能展开 手提箱中呢 本来该装有W的6个记忆体的 但是现在呢 只有SKY的9卡这两个啊 所以说呢 并不排除以后真骨雕 出这个METAL HATAL 和LUNA TOLINGA的一个可能 那配件呢 就是这些了 下面咱们准备 SKY的天心 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的骷髅大叔如此丰富的配件 漂亮的质感 加上本身斯卡路帅气的造型 那最牛逼的呢 不单是没有涨价 反而是跌价了 从预定的340 跌到现在将近300块钱左右了 我感觉什么也不用多说了 兄弟们赶紧入手吧 大人になるたび 弱さが強くなる 言い訳もよりしている 僕らを 我只能含出来的 你交流 我以为她交流 你交流